歡迎你收看3月21號的財經XPERSO 晚上好 我是請龍 烏克蘭危機不見好轉 沙迪阿拉伯地緣政治風險卻升高 加上市場擔憂中國疫情發展 亞太股市投資者今天趨向省慎 馬股也在金融股和種植股承壓之下 全天下挫4.10點到1587.16點 在匯率方面 投資者避險情緒升溫 脫離馬幣兌換美元跌破4.20關口 降到4.2025令吉 兌換新元同樣跌到3.1012令吉 回顧上一周的交投數據 外資繼續對馬股不利不棄 再度競買入11億8,041萬令吉 連續第六周競場掃貨 在戶河本地機構則是分別競賣出 1億7,590萬令吉 以及10億0.451萬令吉 接著有些BLACKA單元 國民投資公司持股40%的 沙布拉能源第四季遭到商譽和資產減值 近賬減少和成本加重加基 慘虧66億1,259萬令吉 去年虧損更是超過88億令吉 分析院在暢淡財務和業務前景之下 紛紛挑低該公司的目標價 當中 肯納格研究和聯償研究都大砍到0.5千 今天閉市 該股下跌0.5千 降到3.5千 市值跌到5億5927萬令吉 全天共有5094萬股益手 是全場第六任門股 值得注意的是 前属相那吉已經開升 促請政府力挽狂瀾 為沙布拉能源提供貸款 或者由國庫控股 借過所有權 以免該公司面臨破產 陳志遠清店的第一位非家族成員接班人 阿度加利爾拉西宣布 將在月底辭去成功集團首席執行員一職 而該集團則是委任了 兩位聯合首席執行員人選 分別是鄭喜芳和印度籍的塞阿利 實際上在阿度加利爾宣布辭職之前 他已經搶先減持手中持股 加一所的資料顯示 他上週三已經出售成功集團 大約1500萬股股份 直接持股減少到3.3% 或者是1億7千多萬股 而同一天 陳志遠則是通過場外直接交易 購買了成功集團的1500萬股 但他並沒有透露交易對象 政府宣布從5月1日開始 實施1500令吉最低薪金制 經濟學家深感意外 因為之前人子部長剛表示 修正的最低薪資 今年未才開始實施 如此情況之下 種植制造業建築和服務業 料受負面衝擊 將在下半年 把更高成本局部轉嫁給消費者 正面而言 低收入群的購買能力將提高 有助提振個人開銷 同時有助吸引外國勞工 以及有可能讓一些企業 決定加速邁向自動化 答政券的經濟學家沙馬表示 對各大領域來說 最低薪金制短期造成更高成本 特別是高度依賴外國勞工的公司 對大企業則影響不大 答政券認為 現在最低薪資應該暫緩實施 因為很多企業 還沒有從去年12月的大水災 恢復元氣 最後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感谢观看